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留言他本是不信的 如今看着活生生的三个孩子在帝君身边 他有些结巴的问道一兄 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的孩子 这几个字就像是一声惊雷 把他最后的一点念想都给劈碎了 可他还是不相信的说 怎么可能 父君 久久该喝水了 帝君看了一眼重灵小白怕吵 都安排到后面去 之后看见帝君的脸上 有他从未见过的笑容 可那是笑给他怀中的孩子 他的眼力含了泪水 怒气不甘恼怒地跟着重灵离开 滚滚见他离开 拿上话和新女进了书房 这个年代 凤九本不该再太成功 两个人怕回去时有变数 商议后 决定先不说三万年后的事 几天里 倒是平安无事 今日 帝君抱着小凤九跟滚滚聊天 过几日你姥姥来接小白 看见他长胖了 会不会又把小白留下来 我觉得父君还是少给娘亲吃点 久久长大后最怕别人说他胖 帝君低头看着小凤九行吧 那下次吃饭就少喂你一口 过几日我亲自给你做饭 滚滚一听他父君要做饭 顿时觉得舌头发麻 摇摇头向上房走去 进去才发现里面一团混乱 知鹤的几个病女忙着扑火 说是要给知鹤做吃的 不小心起了火 戏女看了滚滚一眼 指着前面的一个御碗道 这是给久久做的鱼羹 好 滚滚把鱼羹端出去时 连颂正巧过来 对帝君笑道东华 你得给我女儿金子 他这天天做饭多辛苦 爹说过 我将来是要做地后的 不能怕苦 连颂瞪着眼睛地后 谁的地后 自然是我的地后 滚滚话说出口 帝君和连颂对看了一眼 帝君唇边含了笑容 连颂擅自挥舞在半空 眼角眉梢都带着笑 惊喜地道什么 好 甚好 又对着帝君道东华 我们还有这层关系 帝君不说话 伸手拿汤匙咬鱼羹 父君 刚才扇房失火了 这羹的味道可能不好 要不倒了吧 这可不能浪费 我闺女做的 我吃 连颂刚想拿过去 帝君伸手拦住 把鱼羹凑近鼻子闻了下 脸色冰冷的看向重灵 把扇房的人都带过来 之后自从回来后 一心想要知道 帝君喜欢的女人是谁 有什么本事把她一胸给勾走 可她住得远 接触不到滚滚几个人 也无法打听到他们的娘亲是谁 便想着给见晓的那个孩子 吃鲜日日啼哭的惊魂丹 这样他们的娘总该会露面吧 知道是谁了 也可以想办法对付 她想不到小小年纪的西女 看事通透 几个仙额一进扇房 西女便盯着他们 看见起火时 西女将计就计得离开去扑火 她虽然不知道鱼羹里加了什么 可那不是原来的味道 不多时 六个小仙额被带了过来 之鹤的四个仙额 脸上都是惊慌之色 帝君不说话 庚持轻敲玉碗 一盏茶后 四个仙额跪在了地上 之鹤被带来时还想狡辩 可看见帝君的脸上透着寒气 腿一软跪下去不再敢说话 在滚滚的劝阻下 之鹤只被罚吃惊魂丹 哭了十日后被送回了董母园军处 十五夜 月亮光 月光照在青山上 山下一排短梨墙 姑娘撒下青豆角 青藤缠在篱笆上 青藤开出青花来 摘朵青花做蜜糖 太陈宫里又传出低声的吟唱 帝君一手抱了小凤酒 一手拿玩具逗弄他 嘴里还哼着歌谣 滚滚练了几套剑法 实在是受不了他父亲的歌声 上前纠正道 是摘朵青花做嫁妆 不是蜜糖 我娘亲说的 哦 可我记得就是蜜糖啊 大概您小的时候很想吃糖吧 我娘亲说的 又到几万年后 您天天有狐狸糖吃 不过娘亲怕您吃坏了牙齿 每天只给您吃一支 帝君听了开心的亲了下小凤酒 小白真好 滚滚走上前看着他娘亲的脸 悠悠地道您的小儿子说过一句话 如果娘亲小时候遇到您 长大了脸可能不好看 为何 亲得太多 把脸亲坏了 那以后每天亲试下 你亲一下 滚滚看着帝君 想起了小时候和凤酒分例子高 在这件事上 他父亲和娘亲还真是一家人 帝君看小凤酒睡了 把他放进摇篮 画出仓盒 试下你的剑法 看看墨渊好好教你没有 父子两个人常见出手 无影剑和仓盒过了十几招 帝君用了一成法力 滚滚剑法精巧 反应敏捷 就是连帝君阳宫的一剑也巧妙的话解开 四海八荒能避开这一剑的人很少 帝君颇是欣赏的看着儿子 很好 你要跟我学更好 为何选了墨渊做师傅 我是二选一 在属星星和尚昆仑须中选了后者 滚滚看着帝君好奇的眼神 讲了自己和阿丽舅舅属星星 本以为这个年代的帝君或许不同 会说句 孩子那么小怎么能 天天属星星 没想到帝君说小孩子都要属星星 有利于修习剑法 滚滚觉得他老爹骨子里就有抢妇人的基因 就是他和娘亲回溯到洪荒时代 自己也得出去属星星 此时 帝君看了眼还在睡觉的小凤酒 我去给小白做鱼 父君 等新女回来做吧 别浪费鱼 帝君听说自己做的鱼还能当武器用 甚是不信 越发来了兴致 捞了一条最肥的 滚滚怕是青莲 检查了一下才跟着进了扇房 他坐在小凤酒的摇篮前 看帝君刀工动作甚是行灵流水 非常之帅气 觉得久久做狐狸时 吃掉了一层毛 大概就是被他父君的帅气迷倒 滚滚看着帝君不停地给鱼加料 加了多少种 他居然没记清楚 帝君对着他颇是自信地道 小白一定爱吃 只要不叫我吃都好 帝君撇了下嘴 把鱼放入蒸锅 热气飘出时 小凤酒也睡醒了 看他只啃手指 帝君很自信地道小白饿了 能吃半条鱼 滚滚看着帝君举在他面前的那条鱼 心中盘算了下 几万年前他父君的水平会不会不一样 想了下 觉得还是叫他娘亲冒险比较好 帝君从鱼腹部取了一块最嫩的 在浴碗里捣碎 怕没味道 又浇上点汤汁 举着汤匙送到小凤酒的嘴边 小白乖 吃鱼 鱼到了小凤酒的嘴边 他撇了下嘴 小脚丫一蹬 连勺带肉都飞到了帝君的脸上 滚滚看着帝君的样子 笑得从凳子上滑了下来 小凤酒也咯咯地笑着 怎么这么开心啊 连宋承玉和私命进来 看三个人在吃鱼 帝君真的会做饭啊 我来尝尝 西女悄悄地拉住了连宋 小手在他掌心里动了一下 他停下脚步 看向私命哦 这几位妖王不叫我吃鱼 你有福气 吃帝君做的鱼 私命看帝君举着盘子 受宠若惊 快不上前 加了一大块送进嘴里 一个字都没顾上说 就翻了白眼 小白 我们下次换个口味 帝君抱着小凤酒出了膳房 丛林把妖王起来时 连宋看着喘上一口气的私命 抱起西女 对着承玉道有女儿真好 是吧 孩子他娘 承玉看着私命 嘴角一笑 孩子他爹我要请你吃饭 吃鱼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